欢迎来到我们的DIY创意中心 今天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用两个叉子做出一个彩虹的手链 首先呢这个叉子我们两头都绑好来 然后这个手链呢我们今天做的是用彩虹的颜色 从大红色开始 然后呢中间我们穿它的黑色 用黑色去固定 总共呢有大概六七个颜色 然后大概我们穿三到四遍 总共我们大概要穿十二个小的小的链 总共呢这个黑色的胶带需要二十四个小的橡胶圈 我们呢从小的黑色的开始 从黑色的橡胶圈放在叉子上 然后我们画一个叉 然后呢我们需要三个红色的小的橡胶圈 然后从外面开始 外面插一个叉子 然后在中间呢我们绑上两个叉子尖 然后这看起来是大概是这样 中间外面是两个中间是一个 然后呢我们用勾针把黑色的往上勾 穿过两个红色 然后再把它放到中间来 然后再到第二个黑色的小橡胶圈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叉子上 在红色的橡胶圈上固定住 但黑色的这头呢一定要在红色的橡胶圈下面 对没错就是像在这边下面 然后再放上一个橘黄色的橡胶圈 就像上一次一样从两边开始 中间呢穿过两把叉子 这就看起来像这样 现在需要我们用勾针 把红色把大红色勾到橘黄色上面 然后中间的两个穿过橘黄的大红 穿过橘黄色 红色穿过橘黄色 对就像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要这样 橘黄红色穿过橘黄色 把大红色的橡胶圈 没错穿过橘黄色 然后我们再把它往中间推一些 现在呢我们用黑色的橡胶圈 把它又放在第二个环上 但是黑色的橡胶圈 必须得放在橘黄色的下面 向下推推一些些 然后呢用橘黄色我们放在两个叉子上 就像之前的一样 两边放两个中间穿过两个叉子 然后现在我们把橘黄色的穿过黄色 对 外面两个橘黄色的叉子 中间一个橘黄色 另外一边也是这样 中间穿过两个叉子 中间穿过两个叉子 左右两边穿过一个叉子 然后我再看看这个黑色的橡胶圈是在哪一边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黑色一定要在下面 大红色在中间 然后我把黑色从下面捞上来 捞到中间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一个黑色 穿过整个叉子把它放在最下部分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现在呢我们拿一个红绿色的橡胶圈 就像之前做的那样 两边穿上一个叉尖 中间穿两个叉尖 然后黄色穿过绿色 就像之前我们做的那样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手把它给绕过来 但是用勾针的话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 家里没有勾针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用手做 就像现在这样 中间是绿色 黄色在绿色上面 黑色在最底下 现在我们把黑色全都绕过去 然后再加一条黑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用蓝色 就像之前做的那样 一直再重复 用蓝色两边穿一个 中间穿两个叉头 然后呢再把绿色往上勾 两头穿一个绿色 中间穿两个绿色的叉头 没错就像这样 然后就是另外一边 然后绿色穿一个叉头 再穿两个叉头 最后再穿一个叉头 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是哪一个 黑色的橡胶圈是在最下面 对然后再把黑色的往上勾 然后再来一个黑色作为固定 再把它放到最下面 我们再拿一个紫色的小橡胶圈 我们再拿一个紫色的小橡胶圈 从头开始 先穿一个叉子 再穿两个叉子 然后再穿一个叉尖 现在呢我们有紫色在蓝色上面 黑色是在最下面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扯扯看看大概就是像这样 大概已经有完成一大部分了 这样我们就看出来这个红色的一个顺序 就像一个彩虹一样 先是大红色 再是橘黄色 然后我们继续这么穿 一直把它穿成一个连续 就像一个彩虹 现在大概在最后的步骤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蓝色重新放到中间 当它在中间的时候 黑色是在旁边 然后再把最后的这个黑色放到上面 我们要看看这个黑色是在哪一边 然后我们再把两边的黑色都放到中间 然后再把最后的紫色放到中间的那两个插尖上 一定要注意是把紫色放到中间的两个插尖上 这有一点难 不过你们可以试一试 也不是特别难 然后再把紫色 这边的紫色也要绕过来 绕到中间的两个插尖上 没错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它往下挪一挪 然后从中间看就是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黑色的橡胶圈 框住中间两个插尖 然后两侧都有三杠紫色 然后我们把三条紫色都穿过那个黑色的橡胶圈 对就像这样 两边都要穿过去哦 现在呢 现在呢 从中间看就是像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两个黑色相互穿接用一个勾针 全都勾在一起 看到没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扯一扯 现在我都快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找到那个手链的头 再把它和手链的头穿在一起 对就像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手链的结束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个视频呢 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这个网页上继续找到我们的视频 或者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或者呢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DIY创意 你也可以在Twitter或者Facebook上找到我们的视频 你也可以在Twitter或者Facebook上找到我们的视频